大家好,我是爱的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风云万叶角色攻略 那么既然拥有了万叶,就得知道万叶该怎么玩 所以说这期视频呢,我会教一下大家万叶该如何培养 了解一下万叶的一个机能机制啊,以及配对思路 那在视频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讨论一下 万叶为什么会是一张人圈卡 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这个疑问 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 万叶出道至今,一直长胜不衰的原因啊 就来源于万叶自身的一个机制优秀 说白了就两点,增伤和减抗 那么首先,万叶可以降低敌人的对应元素抗型啊 这个机制主要来源于一个风套的效果 那既然是风套的效果,为什么要说是万叶强呢? 很简单,因为万叶可以非常简单的触发思风套的效果 只需要怪物身上怪元素,然后万叶一个亿就能触发思风套效果 基本上没有任何难度可言啊 可以说风套就是为万叶量身打造的 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不过风套的这个减抗效果,大家一定要看明白啊 之前有很多人他就觉得只要戴上思风套 然后用技能命中敌人就可以触发思风套的减抗效果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啊 风套的效果呢,是根据扩散元素的类型 降低受到影响的敌人40%的对应元素抗型啊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你必须用技能扩散到元素才能减对应的元素抗型 举个例子,如果我想减水抗,对吧 那么我就必须得扩散到水元素才行 比如说我用夜兰在怪物身上形成水元素附着 然后再用万叶进行扩散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扩散水元素 也就减去了水抗 同理呢,如果我想减冰抗 那么我就要先挂冰,然后再进行扩散 想减火抗,我就要挂火再扩散 讲减雷抗,我就先挂雷再扩散 都是一样的一个原理啊 所以最好不要在怪身上没有元素 或者说怪身上的元素和你想减的 那个元素抗型不同的情况下 释放万叶的技能啊 这样呢,就会导致你扩散不到元素 从而吃不到风套的一个减抗 以及减不到你想要的对应元素抗型 因此呢,在你使用万叶的时候 一定要先搞明白 自己需要减的抗型是什么 然后再进行染色 确保自己能够扩散到相应的元素 以及减到对应的元素抗型 OK,那以上就是万叶的减抗 这个减抗机制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实际上很简单 总结呢,就一句话 想要减什么抗型 就在怪身上先挂什么元素 然后扩散就可以了 那么讲完这个减抗机制之后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万叶的增伤机制 和减抗不同的是 万叶的增伤能力 并不是来源于万叶的剩余物 而是来源于它的天赋 那么万叶的天赋 风物之施涌 效果就是可以将万叶的每一点精通 转化为0.04%的对应元素伤害加成 那么千金就可以提升 足足40%的对应元素伤害加成 你要知道一个元素伤害杯子 也就给46%的对应元素伤害加成 而万叶的天赋 就能直接给你提供 相当于一件满极剩余物的效果 这是非常夸张的 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它不像其他专服 只能提供一个相对应的元素的伤害加成 而是能够提供 所有可以扩散元素的伤害加成 也就是说 只要你能扩散到对应的元素 那么万叶就可以给你提供对应的增伤 那这个效果和风套的效果相辅相成 想象一下 当你扩散一个元素的时候 能够同时减去怪的一个对应元素抗醒 并获得该元素的一个伤害加成 这有多夸张 就单凭这个机制 万叶就可以玩到官府 更要命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获得这个提升的过程 极其简单 只需要在怪身上 有对应元素的时候 按一下战绩 或者说开一下大招就可以获得 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和风险 可以说是有所就行 就这样的一个技能机制 就这样的一个上手难度 你说它能不成为人圈卡吗 OK讲完机制以后呢 我们来实战看一下 这个扩散增伤的一个天赋是怎么应用的 这里呢我们以雷神为例 首先我们看一下雷神的面板 在常规情况下 雷神带雷伤杯加上天赋效果 一共拥有121左右的雷伤 再看一下万叶的面板 目前是740的精通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增伤是如何应用的 由于我的主席是雷神 所以说我需要加雷伤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扩散雷元素 那么如何扩散这个雷元素呢 很简单 直接释放技能 产生雷元素附着即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怪头上有一个雷元素标志 这就表明它已经受到了雷元素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切出万叶进行技能释放 就可以轻松地扩散雷元素 并且获得增伤和健康 可以看到啊 经过万叶的增伤以后呢 我们的雷伤从120增加到了150 提升了将近30% 之所以没有增加40%呢 是因为我的万叶达不到千金啊 不过就算只有30%的一个增伤 那也是很大的一个提升了 除了雷元素伤 而增伤 其他元素增伤也都是一样的方法 比如说 我想要加水伤 那么就先给怪挂水 再扩散就可以了 其他元素也是一样的 不过说到这个扩散反应呢 它其实又分为单扩散和双扩散啊 那么至于什么是双扩散 由于比较复杂啊 加上天赋有限 我就不在这期视频说了 以后呢 会单独出一期双扩散的一个讲解啊 想要进阶的朋友呢 可以点个关注 日后学习一下 OK 那么讲完扩散机制以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万叶的技能啊 首先万叶的异技能 千早正 该技能呢 分为长按和点按 点按 万叶同空而起产生一个圆形风场 并牵引敌人扩散对应的元素 具体会扩散什么元素呢 就要看怪图上有什么元素标记了 但不只是怪身上的元素可以扩散啊 环境也可以扩散的 比如说你站在水边 就会扩散水元素 你站在火把旁边 它就会扩散火元素 那其他同理 至于最后扩散出来的会是什么元素 我们可以看万叶起飞时 身上的那个圈 如果这个圈是青色的 那么就说明你没有扩散到的那个元素 如果说是红色的 那么就说明你扩散到的是火元素 蓝色的就是水元素 以此类推 长按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啊 不过要蓄力一段时间 并且能产生更强的牵引力 万叶也会飞得更高 相应的 那个技能CD也会变长 如果怪比较分散啊 而且比较多 那么大家可以用长翼来聚怪 如果怪比较稀疏 且相对距离较近 可以用短翼啊 具体如何使用呢 大家根据环境需求来判断即可 最后提一嘴啊 就是说万叶的短翼是可以在空中用的 也就是说你飞行或者爬山的时候啊 体力不足 可以用短翼来抢救一下 说完异技能之后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万叶的大招啊 万叶的大招 释放之后会在原地 生成一个名叫流风秋野的领域 并且会对处在领域内的敌人 造成间歇性的风源式伤害 持续8秒 大家注意啊 这个领域也是可以染色的 也就是说大招是可以用来增上和减抗 并且范围更大 持续时间更长 但由于范围太大 所以说很容易染上其他元素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要讲一下这个扩散反应的染色机制了 染色的优先级是根据 火水雷冰的顺序来的 也就是说如果进行 呃 如果元素过于杂乱啊 那么会优先选择火属性进行扩散 以此类推啊 除了风阻 其他风阻的角色都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所以说在开大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会不会染上自己不想要的元素 否则染出色呢 是非常头痛的 呃 技能讲完之后呢 咱们最后来讲一下万叶该如何培养啊 以及技能加点和武器选择 首先万叶的剩一物 没什么好说的 侍奉到安排上 词条呢 只要精通的处能 其他能有就有没有拉倒 面板只需要对到800以上精通 160以上的处能就可以了 其他话没有要求啊 如果你是满命的万叶 想当主C打的话 可以带2分2攻击 词条选择攻凤暴击克 不过如果你没有满命啊 那你就老老实实当个辅助就可以了 啊就不要当主C了 命做呢 其实不做要求的 灵命就够用了 完全就够用了 除非你是个极致的那个万叶厨 或者说你是一个极致的万达玩家 那么你可以抽个暗命以上 其他话灵命就行了 呃 说完剩一物啊 我们再来说一下武器选择 武器这边的手推肯定是专武 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必要强抽啊 因为万叶的专武相较于其他下位替代 并没有非常大的提升 我们还可以选择西夫斯 铁峰刺 闪剑等武器进行使用啊 那么如果以上你都没有 我们可以用三星的暗铁剑 或者用一些充能武器啊 比如说什么西奔剑 基底剑 天空剑 都可以啊 那么具体选择什么呢 就看个人喜好 如果你想要极致的一个增烧 那么就无脑选择精通武器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喜欢舒服 那么你选择充能武器也没问题 那个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万叶的技能加点啊 如果说你的万叶作为一个纯辅助的话 那么天赋不点也是可以的 因为万叶的增伤和健康啊 跟天赋等级并没有关系啊 那么扩散伤害呢 也只跟万叶的等级和精通有关 天赋只能提升一下技能的职伤 而且这个伤害并不高啊 可能天文拉满也就个几千伤害吧 所以说我推荐大家点个 666或者888就可以了 没必要多点 当然不点也可以啊 不过如果你要点的话 那个普通攻击你别忘了点啊 因为万叶的下落重击的倍率啊 它是算在普通攻击里面的 我可以讲了以上内容的话 这期视频也就结束了啊 最后再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万叶的配对问题啊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万叶作为一个万进游角色啊 基本上四个队伍他都能进 总而言之就一句话 如果说你不知道你的队伍 最后一个人带谁 那你就带万叶 他可能不是最合适的啊 但一定是有用的 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别的话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大家要暗序配对就可以 然后视频的结尾呢 感谢各位的观看啊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的话 还是点关注三连支持一下 以后啊 我还会带来更多的优质视频内容啊 来回馈大家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看的 或者是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私信我啊 或者说评论区留言 我都会及时回复的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那这个视频呢 我们要来讲一下 风月外夜的进阶使用手法 双克扇 双克扇的目的 首先说目的 是让队伍里面有两种元素 两种主题输出元素 比如水 比如雷 比如火 我们让这样的一些元素 同时享受到 风套百分 风套百分之四十的 一个减抗 以及天赋二这里的一个 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一个增伤 因为风套 并没有说只能对一个 敌人生效 同时增伤也并没有说 只能对一个元素生效 它说通过这种方式 获得的不同元素 伤害加成可以共存 那你就在理论上承认了双扩散 两个元素增益的可行性 合理性 具体的操作手法 我们以万达国际为例 以万达国际为例 我们先讲 多敌人的 多怪的一个环境下 是如何处理的 OK 我们先按到万达国际 太棒了 好 万达国际里面呢 公子上水 对单个怪上水 然后香灵 或者班尼特 再对另外一个怪上加火 我们来演示一下 目前我们看到 未增伤之前的素质 香灵的火伤加成是 百分之六十一 公子的水伤加成是 百分之五十五点八 OK 出来之后 往这边看 这样就是两种怪 流量的不同的元素了 我们看到目前的元素 增伤是香灵 百分之百零一 公子 百分之九十五 OK 好吧 那现在我们讲完了多体扩散 多体扩散的话 你任意两种元素都可以啊 水啊雷啊冰啊都可以 用这种方式式进行双扩散 那如果我是单体呢 我只有一个怪的情况下 我要如何处理双扩散呢 冰桂神术 好我们来到妙碎角这里 先演示以范达国际为例啊 演示一下 呃单体扩散的第一种方法 首先公子开雨 上桥水 那边 上桥 万叶特开大 往反自己 哦万叶 长桥 好我们看一下效果 香灵变成了101的火伤加成 公子变成九十五 根根的效果是 一样 那这里也来讲一下原理 因为公子的原色战绩是 墙水附着 班尼特的大招是 墙火附着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墙水加墙火 会残留落水 万叶的大招又死墙风 就可以直接 将水原色扩散并且消除 然后介于班尼特的大招 会给自身挂火 那万叶起跳 短翼 正能够燃火并且扩火 完成一次双扩 OK那我们来量第二种 单体双扩的方法 依然是以万达为例 凌鬼神死不去的流程 公子上翼 强顺 然后班尼特开打 半叶起时是长翼 长翼 看一下效果 OK101 95 这一次的话 前置条件都一样 依然是落水残留 但万叶我们使用的是长翼 长翼 一技能 它起跳那一瞬间是墙风 就可以做到和大招一样的效果 最后也是燃火和阔火 好 完成一次双扩散 那我们除了万达国际队伍里边 可以进行双扩散以外 我们是否可以使用别的队伍眼进行双扩散呢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这边 以雷火双扩为例 这时候以雷群维火双扩为例 绝不拖后腿 那我未空向这些班尼特的火双加成是 圣马雷 雷是零 八重的雷双加成是百分之 46.6% 我们现在展示雷火双扩的手法 也是对丹 因为对琴的情况呢 我觉得第一转发法已经说得比较详细了 好 我们到这之后 大家给丹尼特开大 我们直接挂火 好 可探落叶 好 奥零 七 那这边呢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双扩 看到 是 百分之它目前是48.1 那么 八重绳子目前呢 是一个94.7 OK 那么我们雷火双扩的手法也就完成了 完成了 其余元素呢 我们都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去 双扩 只要是火元素 在任意一种元素都可以 呃 思路就是 班尼特大焦强火对吧 并且给自身燃火 这是最重要 然后别的角色 架自己的元素 半夜 把这个元素消除掉 并且扩散自己身上的火 就完成了一个双扩 双重的增双 以及一个双重的减坑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关注再走哦